在四川省的西北部高寒地区 有着一块国际重要石地 湿地有着地球之圣之称 这里就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境内的 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保护区东北部松立着一片高山 巴盐喀拉山脉 长江重要支流亚龙江和大渡河 以及热区河都发源于此 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沼泽湿地约占到总面积的一半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泥碳沼泽 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补给地 这里就是藏野驴生活的乐园 藏野驴是一种性格呆萌的动物 每当遇到人类便会成为一群好奇宝宝 先是睁大眼睛细细地观察 却不会让人靠得太近 凝视片刻之后便羊皮奔跑 跑出一段距离之后 觉得安全 又开始驻足观望 就这样 跑跑停停下来 会一直较劲上几个回合 十分有趣 藏野驴生活于高寒荒漠地带 夏季会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山上生活 冬季则会迁移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他们是高原上伟大的游牧一族 为了寻找绿洲 可以每天奔跑二十多公里 藏野驴有着短距离迁移的习性 清晨从荒漠或丘陵地区 来到水源处饮水 白天大部分时间集合在水源附近的草地上觅食 傍晚回到荒漠深处 如此大的运动量 在动物之中也非常少见 所以他们也被称为高原拓荒者 深冬来临 告别夏季肥美的牧场 地面上只剩低矮的枯草 大部分的河流和湖泊已冻在河流中 结成冰 由于食物短缺 藏野驴不得不走得更远 在一些低洼湿地寻找一些真毛草 藏野驴是一种十分喜欢群居的动物 一般会结成几十只的群体活动 它们对于寒冷、日晒和暴风雪 都具有极强的耐受力 可以说是在高原上 战斗力极强的一个物种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极强的适应能力 才使得它们在海拔高达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高原中 繁衍生息 雪后的高原更具一番动人的美景 冬日暖阳下映照着藏野驴奔跑的身形 冬日暖s地樑 冬日暖冬建议 art蓬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